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跟各位分享一个 我之前有在这里 我有录了几段 一个是剪的文化 传家之宝剪 手上长点的剪 另外一个叫DIY 我一直在家里 带我的孩子上 我都提倡DIY 就是动手做 我会亲自带着我的孩子修理东西 或者做什么 让他知道说 这种造物的乐趣 或做劳作 做美工啊什么的 我刚好看到那个 台湾的商业周刊 商业周刊去年12月的那一期 第1518期 你们最后面介绍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 台湾现在有这样一个风潮 就是那个 亲自玩木工 从小就开始玩 你看这小朋友操作这个转床 这些操作的 这些带领的那些老师 师傅 很多都是得到国际间 那个得到大奖的 或者是 世界什么什么 木工制作冠军啊 或者是 技能竞赛冠军 或者是什么 甲吉祭祀 什么的 你看 我看到小朋友这样做这个东西 我觉得好可爱 好专注 你看这些小朋友 小朋友在做这个 做木工的时候 那个专注的表情 就是入定的状态 非常的让人觉得说 可爱 还有这个 专门做木头的餐具 这个汤匙啊 什么瓢子叉子 什么之类的东西 像北欧人特别喜欢这种 木头做的这种这种餐具 还有一个就是家具 在家具设计 现在那个 我们台湾的那个 劳动部的那个 职讯里面 木工的那个班级 只要招30个人 就每次都100多人报名 还不上名字 而且里面很多都是 台大清大交大成大 毕业的人 硕士 甚至留美硕士回来 都去学这个东西 像以这个 这个女生来讲 她只学了一起 一个一年多之后 她自己就设计了这个椅子 我个人很喜欢 很喜欢设计椅子 设计设计东西 其中这个 家具的设计 是一个 一环很重要的那个 其实我从这里面 他这里面有 有有有 有介绍了很多 很多家私人的 私人的这个木工坊 就是专门教学的这个 他这边搜楼了大概就有 十几家 那我在一些资料上面看到 台湾的一些那个 艺文活动的资料上面 看的广告里面 我估计台湾大概至少有 三十家吧 或者三十多家吧 甚至于还有人要开 连锁的这种教室 我是觉得乐观其成 因为 人 跟木头的关系 非常微妙 他为什么不去开一些 什么车床啊 什么前宫啊 什么 险床啊 什么这些东西 或CNC这种班呢 而现在大家是 推上这个 木工 用木工啊 用爆刀 用枣子 用那个钻子 用什么 用雕刻刀啊 这些东西都是一种什么 手艺 这个这个趋势啊 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 手艺的恢复非常好 虽然据说 现在台湾的教育部 把那个国中高中的工艺课 都取消了 只剩下美术课 那个 因为工艺需要用到机器 很多学校没有这个经费 我觉得这算是蛮可惜的 因为工艺有很多种方式 有的可以做其他种 不限于只有木工 但这个以木工为主啊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 那个 最早以前台湾还有木模的 那个技术室 现在已经取消了 因为没有人愿意做出这个行业 行业等于说是已经 没落到底了 可是那个 行业没落 可是它的工艺水平没有 并没有下降 因为它那个东西都是从 从那个商桌开始就有 我们在那个 有文字以前 人类就会铸造 然后就会制作那些 那些模型什么的 那我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家具设计 我就想到这个 在台湾大概在三十多年前 曾经因为那个 大陆那个王世襄先生 写了明示家具的那个 两本书 那两本书是轰动世界 把这个明示家具炒到了极高的地步 炒到现在一根 一根这个鸡翅木就要卖到十几万 我觉得这个都是 都是一些 一些 遏止炒作的结果 实在是远离了这个 传统跟美感 那 如果说你要收集这些明示家具 你倒不如说用这个 做成小型的 小型的这个模型 赏心悦目 像我就DIY做了很多这些东西 我也做很多玩具 童年玩具 从这个活动里面 我就感觉到有两点 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第一点就是 儿童开始接触 激趣了 各位如果有 各位家长可能 如果小孩是在学龄前的话 有一个叫蒙特梭利 蒙特梭利教学法 蒙特梭利这是一个女士她发明的 那如果说你去看她 她有很多的道具 很多的那些玩具 就是简单讲就是叫小孩子 去如何去运用工具 去让她自己去创造 自己去做一些动作 实际上如果我们拿真家伙也未尝不可 因为不需要做的像卡通一样的东西 让她来做 所以我看过很多 我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我也去过参观过很多个 这种蒙特梭利幼稚园 我看完之后 我另外有香了 我自己来 包括奥福音乐 也是用天然音感的奥福音乐 我也自己来 DIY 我亲自教我的孩子 那蒙特梭利的书 我这边有一大堆 大概有几十本吧 那我都看了 另外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一个弗鲁贝尔 弗鲁贝尔也是一个教育家 他也有另外一套东西 这些幼教的东西我都看 甚至于特殊教育的那些书 我也看了很多 几百本吧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深有所感 那中国有一个化学家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他在香港 那个香港 他那个人家访问他说 你得了诺贝尔奖以后 你有什么样打算 有什么远大计划 是不是要请那个财团资助他 去搞一个什么化学营助所 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 他说不是 他想开个幼稚园 为什么他想开个幼稚园 他认为说小孩子 从小开始培养他的好奇心 比什么都重要 说不定你从那里面会 会出现其他的科学家 或艺术家 或者是什么什么 各类的专家 他的心思是这样子 在心思我早就发现到 孩子是 像比如说我以前 我小孩很小的时候 我每次 不管是秦摩诺的时候 开车送他上学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 他劳作里面做了一个大模型 做一个房子 我女儿以前做一个房子 用瓦楞纸箱做的 他根本没有找我参加意见 他自己做 做的 有楼梯 有里面有房间 有什么 我在他的时候 他坐在后面 因为很大 所以他必须要开车 他坐在车里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好像载了一个大艺术家在后面 那在我儿子 有时候我想说 可能是个大科学家 我都这样想 这样想 当然这是一个幻想 卖牛奶儿女孩 女孩的那个故事 但其实也未必尽然 就包括说 我刚刚 我曾经讲过的 我的全人教育里面 有些人想说 你这是文武双修 你又教舰道 又教游泳 又教骑马 又教飞行 你无所不教 情形式化 你没有一样不教 我告诉各位 有我这样想法的人多的是 但是真正执行的台湾有一个 有一个学校 就是这样执行的 森林小学不算 森林小学是自由教育的 它是那个下山学校的那个翻版 它是一种自由教育 你想学才学 不想学就不要学 放牛吃草 这种在教育方式不是 那个有 台湾有一个学校 那学校的学生非常少 他一直到高中吧 他把文武双修 他弄了三样东西而已 第一个是剑道 他所有学生都要练剑道 有一个小学好像 听说一个小学校长 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学剑道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尝试 蛮巨大的尝试 会游泳很简单 南语小学都是这样 第一个是剑道 第二个是什么 是茶道 这是老人茶 他认为这个老人茶 还有日本的那个茶道 他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修身的方式 那第三个就是古琴 谈古琴 中国的那个古琴 他这三个必修 另外他也可以 可以再选修什么 选修那个围棋 像棋 那还有书法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全部都做过 各位可以看到 我常拿那些月器就是这样子 这个我设下二校 就是我的白老鼠 他至于说他们有没有成功 这是要以观后效吧 但是我从这个里面 我就发现到这一点来 第二个就是 家长带了孩子去蒙特索里 倒不如说带他去 亲子一起来操作机器去做出这些东西来 他叫做Maker Maker就是制造者 他叫做创客 现在新的翻译名字叫创 创造的创 客人的创 创客 我觉得Maker就是制造者的意思嘛 简单讲就是造物 造物者嘛 我觉得这个 以前就有这种协会 造物协会 什么什么协会 这个在大陆很简单 他就叫做小制作 那这些东西 我是觉得我常常在倡导 就是这些活动 从这些活动里面 就可以做出很多东西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刚刚是转移去建议南村 我们这里是海军的眷村 我们海军眷村的那个 的成长过程里面 包括海军官兵 以前的了 现在不是 都用牙膏盒做那个军舰的模型 然后就拿了上海鞋去喷漆 这个我有一集录影的时候 这个DIY那个健体模型 也有讲过 那除此之外 因为我自己玩风浪板嘛 风浪板冲浪板 我都在玩 而且我算是工匠 我致命是工匠出生的嘛 这常常带这个 我18岁做的东西 全工做的东西 那我就讲说 像FRP就是那个玻璃纤维 那个FRP这种工艺 其实不难 它是因为有污染 所以你要戴着口罩 还有那个防止那个 那个身上会痒 但是你要用那个FRP 或者甚至于用复合材料 去做那个风浪板 冲浪板 冲浪板比较小 那风浪板更大 那个比较有点困难 但是你可以从这个中间 以家人下去做 或者是五六个人做一台 我曾经想要开这样的那个workshop 就是工作营 我们这里有够大的腹地 我们来做这个东西 一人做一台 我教你怎么做 怎么去磨那个 那个PO的心 然后怎么去coating 然后怎么去打磨 怎么样去做你 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出来 只要符合这是海军眷村的传统 造船厂 这里就是造船厂 耕毒汤造船厂 吴中城造船厂 飞行船造船厂 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我从这个 这个里面就看到 一个有趣的地方 最后我们再讲一下 人为什么喜欢木头 你可以看各位 各位可以看那个欧洲 欧洲人 美国人他们特别喜欢的 亲近木头 高档的车子 像比如说美国的休旅车的外面 车壳 那个钢板的车壳上面 都要贴木纹 你自己看的休旅车 外面都流行贴木纹 再来看汽车内装好了 内装整个的 除了仪表板这个旁边这些东西 音响冷气这些东西 全部都贴着木纹 那个桃花心木的木纹 有的甚至就是直接 像高档的车子 像劳斯莱斯这样 就是直接拿桃花心木下去打磨去做的 所以你看 欧美人喜欢住在木屋里面 因为里面有芬多金 住在里面有冬奶夏凉的效果 所以那都是人类原始的这种 下意识里面最喜欢清净木头 木做 所以我从这个 从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 现在的一个新风潮里面 我就发现到了 这个人类的潜意识 开始蠢蠢移动 当然他的分析师认为说 因为景气太差 所以人们要寻找小切性 然后刚好去自己进行 在入定状态之下去做木做 可以修身养性 让他释放压力 追求快感 这都是有道理的 其实情形式化 样样都是这样子 都是释放压力 移情养性的工具 唯独这个 是做出实际的3D的东西出来用 有实用价值 而且如果亲子互动的话 更可以和乐融融 以上就是我跟各位分享了 这一个新的趋势 谢谢各位